大家好,我是澳洲戴卫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来继续和大家讨论网络赚钱项目 今天是网络赚钱项目第三期 Honeygame蜜蜂网链挂机软件 如果你是在找一些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不需要花很多钱 就可以做一些网络赚钱项目 那么今天我现在要讲的小蜜蜂 蜜蜂网链挂机项目 绝对适合你 蜜蜂网链是一个非常优质的 一个全球性的网络赚项目 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可以使用 以前在中国大陆也可以用 现在据说是不行了 不管你是在家里用普通电脑 用服务器 用苹果手机 还是安卓手机 只要你把Honeygame装在设备上 只要你的电脑或手机产生流量 它就产生一个收益 现在注册Honeygame就送5美元 收益到20美元就可以提现 Honeygame网络是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一直在观察 一直在用 它这个蜜蜂网链 它不用你做任何的事情 只要你把它挂在你电脑上 或者手机上 它就会产生一个虚拟的蜜蜂 那个蜜蜂就在网上采蜜 它采蜜采到20美元的时候 就可以提现 一般是用PayPal来提现 有的朋友来讲这个收益很低 那么蜜蜂网内也有推网机制 如果你把你的这种链接推网 你的朋友如果使用的话 他们也会得到一个 额外的推网的一个收益 我使用了小蜜蜂一段时间 我总结了几点经验 分享给大家 就看让大家知道 怎么样我们会得到比较高的收益 第一点就是蜜蜂网链 你挂在苹果手机或者电脑上 设备必须要产生流量 你有流量你才会有收益 给大家讲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的电脑上 挂在这个它 挂在蜜蜂网链 然后那天没什么事干 就在电脑上看视频看电影 然后过了几天 我就发现那一天的收益非常高 后来我就跟官方推特上面聊了一下 这家公司它的工作原理 实际上是在收集一些地区的用户的 使用行为 使用电脑或手机的行为 然后把这些你使用行为 把这些数据等于是给一些广告公司 或者是市场分析公司 那么这些广告公司就会根据你 用户呢 这个本地区用户 使用电脑或手机的习惯呢 来给你争对性的推广告给你 这样他们会提高广告的精种性 和把广告发给更适合的潜在的客户 提高他们广告的这种有效性 这是他的工作原理 所以他为什么给你付钱呢 因为他实际上是在做一个调查 就像以前在街头上 大家做天的纸妹的调查一样 他像在调查你用户的一些 习惯一些行为 来给广告商服务的 所以说他为什么会有收益呢 对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是 你的手机或者电脑必须有流量 你必须在做事情 比如在浏览网页呀 工作呀 打开浏览器呀 你有流量 才会有收益 流量越高 那收益就越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是 这个密封网令呢 你可以去批量去操作 就是说你可以在多台设备上 登陆同一个账号 目前情况下呢 就是说是 他现在最多就是可以六台上 同时登陆同一个账号 这六台设备呢 的流量呢 他都会累积起来 全都算在计算你的收益 你可以比如说你可以登陆 三台电脑 三台手机 或者两台电脑 或者三台手机都可以了 跟你自己的情况 这就批量去操作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经过我的实测呢 移动数据比挖发数据 能产生更多的收益 就是说 你用手机的流量 用手机的这个数据流量呢 去上网啊 去浏览啊 去看电影什么的 去做在网上做任何事情的 他的收益 比你在电脑上 或者是用 或者手机上用 挖发数据产生的收益要高 你如果用你家里面的 挖发呢 去做同样事情呢 你的收益会比移动 手机的数据流量来的低一点 这是第三点 所以说呢 我们大家要注意 那么这个挂机项目呢 我们知道 他一个月 如果你是在线时间长的话 如果每天在线八小时呢 每一月可能会有 十几美元的收入 如果每天在线16小时呢 每月会有30多美元的收入 这是收入还是不错的了 所以说大家觉得收入低的话呢 同样 他有推广机 你也把你的链接推广给朋友们 如果他们使用呢 也会给你产生一个推广的收入 会被加给你 这还是不错的 好 我们现在就在电脑上 具体去看一下 怎么样来操作 复制我的这个链接 我的这个链接呢 放在我的本视频的说明栏里面 大家可以复制一下 上面因为有我的这个 我的推广信息 好 我们把这个链接呢 复制在你的浏览器里面 好 然后把它打开 这就进入了 Hanningin密封网链的下载界面 他说 那么你直接就注册 点Sign App就注册 注册同样 输入用户名密码 然后邮箱地址 注册完了以后 同样它会发一封 确认信到底在邮箱地址里面 你把邮箱地址里打开 然后确认一下 然后你就等于 你确认了你的邮件 那么你再回到这个 密封网链的这个注册页面上 那么你就可以登录 登录进去以后呢 你就进入它的这个 这个页面了 因为我已经注册过登录过了 所以说我的上面数据都有 你看我现在已经15.7元了 大概 因为我上网时间比较少 每天大概只有几个小两三个小时 平均下来两三个小时 因为我是有全职工作在的 所以说我的时间比较少 但是呢 因为我在办公室的朋友呢 他们他们时间就 他们基本上 一上班就打开电脑了 每天 我家也是打开电脑 一天都用十几个小时电脑吧 花十几个小时 反正一个月大概 十几二十美元的收入吧 也还好了 因为你放的时候 不用做任何事情 往外得的嘛 你日记月累 是吧 你这一个挂机软件 你一个月能收个 二十美元左右 你要是挂上 五六七八个挂机软件 你一个月能收个 两三百美元 也还是不错吧 好 这比较简单了 现在就说一下 这个Honey King Honey King 这个密封网链的一些 其他问题 有朋友说 你用这个 这些挂机软件 是否安全呢 这些挂机软件呢 它都是正规公司的 大公司搞的 搞的一些 一些东西 它呢 不是凭空给你收入的 它是 第一 要不就是 带你 把你的凭桓 封一步给别人用 要不然就是用你的CPU的 呃 流量来挖矿 CPU的能力来挖矿 要不然就是 调查你的用户的 电脑使用行为 网络使用行为 所以说你实际上 是有付出的 你付出了以后 这些工资才会给你钱 但这种付出 就是说是 是你的电脑 在后台帮你用心 你自己并 并不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 实际上是很 很有利的 是很安全的 你也不用担心 你的个人信息会被泄露 你也不用担心 你电脑的东西 就会被人偷走 因为你像这种 我介绍这三种 话题软件呢 都是大公司做的 正规工作 它是运行很多年的 被证明是安全可靠 正规的东西 那么有很多 其他的一些 网络赚钱的一些方法呢 实际上我都没有 给大家推荐 比如说玩游戏 赚钱呀 这个 听歌赚钱呀 看广告赚钱呀 什么看图片赚钱呀 看视频赚钱 这些呢 我都没给大家推荐 因为我这些东西 我经过使用之后呢 发现他们实际上有很多的 不方便的地方 比如他会给你推很多广告 然后会收集你一些 就是说收 会收集你的一些 电脑的一些信息吧 当然这种信息呢 正规公司呢 也是不会对有害者 但是呢 他实际上不是很安全的 我就没推荐 实际上我接触了 网络赚钱的这种程序 不下三五十了 很多很多 我经过我的大量实验呢 我把我认为安全可靠 没有风险的 稳定的 长期可以用的 才是告诉大家的 所以我推荐的这个 不然是这个浏览器 CaperType呢 第一期网络赚钱 第一期里面 CaperType 和第二期 这个IP Rural 这个挂机软件 和现在第三期 这个HoneyGear 都是我经过长时间使用 证明没有问题的 才推荐给大家 第一呢 第一呢 这个HoneyGear是安全的 你不用担心个人信息 会不会泄露 HoneyGear它只会收集 你的注册信息 和你的使用流浪信息 的体验方式 并不会收集 你其他的信息 那么HoneyGear你随时可以终止 如果你不想使用呢 你可以随时 总的如果电脑端呢 你用点Quit 你退出就可以了 如果手机端呢 关掉IP就可以了 想重新使用呢 选择打开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个问题 使用HoneyGear挂机 是否会干扰 网络的正常使用呢 比如网速变慢呢 这是不会的 完全不会 HoneyGear在后台用行呢 它呢 只会使用你 频宽的10%左右 不会 所以说影响不大 我们平常的 是感觉不到的 当然除非你是玩那种 大厅的那种游戏 或者做 做一些视频的一些 编辑呢 在网上要很多资料 那可能会有点点影响 而且就是说是HoneyGear 它呢 因为是用你的流量 来给你付钱的 所以说呢 你用流量的时候 要比较小心 如果你的手机的流量 或者你的网络的流量呢 它是每月有限额的 你小心不要超过你的限额 如果你的手机 或者电脑的流量 是无限的 那你就放心 可以使用 好 第四个问题就是 同样的IP地址呢 可以用行六台设备 就是这个账号 可以登录六台设备 你用几台电脑 或者几台手机 加起来 如果你有第四台设备呢 那么它分享的数据呢 就不会进入你的收入里面了 HoneyGear是 每跑十兆流量 获得一个积分 一千个积分获得一美元 就是说 你要跑实际的流量 才能获得一美元 当然如果你又 有不同的IP地址 那么你上面 每个IP地址都可以 用行六台设备 那么就不受限制 好 网络专件项目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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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